最新政壇消息 共產黨主席朱立倫 今天在共產黨中常會上宣布 正式徵召新北市長侯友宜 代表共產黨參加二零二次總統大選 侯友宜也發表參選演說 強調要再次讓政黨輪體 我在這邊莊嚴的宣布 本黨徵召侯友宜同志 參選二零二次中華民國總統 共產黨二零四總統人選正式掀牌 宣布徵召新北市長侯友宜 終於等到這場面 北北基桃竹五位首長加上黨務幹部 統一服裝手拉手重心拱月 站在侯友宜身邊展現團結 我們必須大破大力 再次讓政黨輪體 侯友宜有別以往發表參選演說 慷慨激昂 挺後派中常委蔣跟黃提前回國坐鎮 加上黨務幹部熱烈歡呼鼓掌 倒是台下挺國派中常委 甚至會戴著口罩鼓掌異性藍衫 戰爭前全臣面無表情 正認中頭也沒台 朱立倫幫忙喊話台下中常委團結 侯友宜也親自和挺郭派中常委一一握手 黨中央衛招公信 特別公布內裁民調和黨內意向調查 結果其中五月份內裁民調侯友宜 以百分之四十點七七 勝過國台民的百分之三十一點七 藍綠戶比侯友宜以百分之三十六點四七 超出內清得二點四三個百分點 但若換成郭台民百分之四三 只領先一點二七個百分點 若贊成撒卡都 侯友宜落後內清得四點九七% 而郭台民和民進黨差距達到五點六三% 要貪錢就要勝責 要貪錢就要緩解國家 要參選就要帶給人民希望 黨內十三位縣市首長十人挺猴 一人挺郭 兩人支持黨內徵召人選 黨籍立委和現有立委提名人 也是挺猴派佔多數 人選底定 但國民黨能否團結拼勝 是下一步最大考驗 繼續收聽的周國夫采訪報導